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定时参考高分辨率信号必间歇,异常脉冲这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了发动机位置传感器雪佛兰、GMC、福特、稻奇、宝马等的装有OBDR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但是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需要定时参考信号来确定发动机转速和位置。 这是通过发动机位置传感器,例如曲轴、突轮轴或燃油泵位置传感器,完成的。 PCM使用此信息来确定以下一项或多项,喷油器控制、点火证实和湿火诊断。 发动机位置传感器有两种基本类型,或尔效应传感器和永磁体。 两种类型的传感器均由安装在传感器附近的滚轮或制动盘触发。 典型的轮盘安装位置包括发动机位置、喷油泵、斜拨平衡器和分配器轴。 触发后,传感器产生返回信号,该信号被发送回PCM。 霍尔效应曲柄位置传感器具有三根导线,参考、电源、信号和接地。 传感器从PCM接收参考电压通常为5V,并由此组轮触发。 然后,传感器将相应的数字返回信号发送回PCM。 用词PM传感器根据其与旋转的磁组轮的接近程度产生自己的交流电压。 该电压信号被发送回PCM,在此通过内部魔术转换器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 在本文概述的代码中,B表示问题出在系统电路的一部分,而不是特定的症状或组件。 当PCM检测到发动机位置传感器B正在产生具有间歇、不稳定脉冲的信号时,将设置代码P0378。 相关的时序参考信号必故障代码包括,P0375时序参考高分辨率信号必故障。 P0376时序参考高分辨率信号必脉冲太多。 P0377时序参考高分辨率信号必脉冲太少。 P0379时序参考高分辨率信号必没有脉冲。 代码严重程度和症状这些代码的严重性为中等到严重。 P0378发动机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点亮检查发动机灯硬启动,无法启动发动机性能差原因。 原因造成此P0378代码的可能原因包括,传感器故障词接线故障词组轮损坏机油受污染PCM诊断和维修程序。 首先以目视检查发动机位置传感器和相应的接线。 查找连接是否松动,接线是否损坏等。 如果发现损坏,请进行必要的维修,清除代码,然后查看是否返回。 另外,检查发动机是否有任何可能影响传感器运行的金属威力。 接下来,检查有关此问题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如果未找到任何内容,请继续进行系统的逐步诊断。 以下是一个通用的过程,因为此代码的测试因车辆而异。 为了准确测试系统,您需要参考制造商的诊断流程图。 测试程序还取决于车辆中的传感器类型。 检查传感器或耳效应传感器,使用设置为DC福特的数字万用表和反向探针测试线,以确保传感器产生信号电压。 将一根仪表导线连接到传感器信号线,另一根接地。 让助手通过点击点火钥匙来旋转发动机,不要启动发动机,电压读数应在零符和参考电压之间拨动。 如果可用,您还可以在启动发动机时使用试拨器查看信号脉冲。 用词传感器,首先检查传感器的内部电阻。 断开传感器电连接器,然后将设置为欧姆的数字万用表连接到每个传感器端子。 电阻应约为500-1200欧姆。 有关详细规格,请查阅工厂维修信息。 如果电阻测试正常,则需要测试传感器性能。 为此,请重新连接传感器电连接器。 然后,使用后探针测试线将设置为AC幅的数字万用表连接到传感器电连接器。 由于传感器产生交流电压,因此仪表引线的连接方式无关紧要。 请助手摇动引擎,您应该会看到电压读数波动。 在传感器测试期间要记住的一件事是因缓损坏或对其不正确会阻止传感器正常工作。 如有疑问,请访问阴环并根据需要进行检查。 检查电路,在执行这些测试时,手头准备工厂接线图以确定哪根电线是个好主意。 霍尔效应传感器,检查电路的接地测,在传感器连接器的接地端子和地面之间将仪表组连接到欧姆,点火开关关闭。 如果仪表读数超出极限,OL,则电路的接地测会出现段路,需要对其进行定位和维修。 如果仪表读取数值,则表示连续性。 检查电路的参考电压侧,点火开关打开时,使用设置为福特的数字万用表从三个传感器端子之一处的PCM,通常为5幅,检查参考。 如果没有参考信号,则在传感器上的参考电压端子和PCM上的参考电压端子之间连接设置为欧姆的仪表,点火开关关闭。 如果仪表读数超出极限,OL,则PCM和传感器之间将出现开路,需要对其进行定位和维修。 如果仪表读取数值,则表示连续性。 接下来,您将要检查在参考电压端子上PCM是否有5幅电压。 如果PCM没有5幅参考电压,则PCM可能有故障。 检查电路的返回信号侧,点火开关关闭时,使用设置为欧姆的数字万用表检查发动机位置传感器输出端子和PCM上信号电压端子之间的导通性。 如果仪表读取数值,则表示连续性。 如果仪表读数超出极限,OL,则PCM和传感器之间将出现开路,需要对其进行定位和维修。 用词传感器,检查电路的接地侧,在sensor连接器的接地端子和地面之间,将仪表组连接到欧姆,点火开关关闭。 如果仪表读数超出极限,OL,则电路的接地侧会出现段路,需要进行定位和维修。 如果仪表读取数值,则表示连续性。 检查电路的返回信号侧,点火开关关闭时,使用设置为欧姆的数字万用表检查发动机位置传感器输出端子和PCM上信号电压端子之间的导通性。 如果仪表读取数值,则表示连续性。 如果仪表读数超出极限,OL,则PCM和传感器之间将出现开路,需要对其进行定位和维修。